特徵組有很多事情 它事實上是有為之責 就是說很多的重大的案件 幾乎都是不是看週刊 不然就是人民的檢舉等等 幾乎都沒有主動積極的偵辦 所以對特徵組來講 我們是覺得 他們有很多事情 他們必須要積極的去做 那麼對於國營事業來講 我們現在也看到 像林醫師案 探渡案等等這些人處理 對於中鋼 台電 中油等等這些國營事業 事實上還有很多的弊病 事實上真的特徵主要好好去處理 至於說這些大的事情都不處理 反而對於這些我們像台電這個想要去抗議他 然後真的去想要讓他做多罪一點事情的這種事情 他竟然用所謂的污辱公署罪 來做我們台電的這個幹部的起訴 我們是覺得真的是有嚴重的失職 那麼我們也是認為說 其實我們整個社會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 事實上言論自由等等 做正式的抗議等等 這些情形難免都會有一些所謂的延遲上面 或者是標語上面的一些所謂的可受公平的一些反應 那麼我們認為這個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所謂 必須容忍跟允許的 那我們不希望說類似這樣的情形 好像類似走回所謂的以前的什麼白色恐怖 或者言論戒嚴等等的這種方式來處理 我是覺得這樣子的話 事實上對我們的國家社會來講是一種民主的倒退